你 啊 你说这会不会露馅啊 这一看就是伪军的衣服 就是 鬼那看这是伪军衣服 那以为咱俩罕奸咋办啊 你们到底要干嘛啊 你让我脱我就脱了 这会又嫌我 冬死我 你要不要我穿上了 没事 你皮操肉厚扛斗 啊 再说了 这大晚上呢 天有黑 距离又远 他们根本就看不出 是谁的衣服 对 凑个数 行了 少废话 我现在纷纷任务 一会儿 咱们啊在这儿 摇晃假人 来 他们一定会认为 我们要突围 所以 他们就会朝假人射击 把所有的注意力 全都集中到假人身上 咱们就趁这个时候 迂回过去 干掉共产 那咱们说干就干吧 那咱们说干就干吧 好 准备行动 来 穿上这个吧 谢谢我 干嘛 好 有些人的恋爱吗 对 愚蠢 全部打 打 团长 签名相声 是否团长谈了 坏了 团长让鬼子给包围了 同志们 快 救团长 5郵存 树和铺合 凸方 这些团长然还和鼠打 把手残得了 太像 孩子 不会是鬼子队原军到了吧 不像是鬼子队原军 那边好像打起来了 应该是咱们自己的人 一搜 是 公川 走 没想到啊 今天我公川一郎 居然会败在你这种 无名小卒手里 这真是我大日本帝国的耻辱啊 开枪吧 我将以此向帝国谢罪 你以为你这样很英勇吗 你以为 你这样死 就是荣耀吗 我告诉你 像你这样的侵略者 就是恶魔 你所谓的帝国荣耀 全都是无耻的恶性 你和你的帝国 都应该滚进地狱 再也不要踏入我们中国的领土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陆子珍 陆子珍 好 很好 很有勇气 你 孙小时 你知道他是谁吗 他是金门陆司令 陆友义的儿子 你今天能死在他的刀下 那是你的荣幸 原来如此 我告诉你吧 带领之党打入金门的残谋就是我 当初 我还真想见识见识 二十九军的大道 这一路打下来 还真没有哪个中国人 能赢过我们的军刀 好 那今天我陆子珍 就让你见识见识 什么是中国军刀 君子珍 你 出 国 道 张连长 张连长 还真让你们紧的 霍川 团长呢 团长呢 我让你保护团长 你们团长到哪儿去了 张连长 你放心吧 团长和指导员都好好的 那他们人呢 走 现在 就去跟团长们会合 这小子 真行啊 团长 团长 三伙子 挂彩了 团长 我没事 团长 对不起我们来晚了 团长 团长 我说啊 陆自账 我看你现在本事大了 把我扔在这儿 自个儿一个人 就带着人去打鬼子了吗 就是的 陆自账 团长这是没事 要是有事的话 我非弄死你吧 团长 对不起 当时形势危急 行了 别解释了 说说 杀了多少鬼子 报告团长 权剑 对了团长 我还得跟您道个歉 我没经过您的允许 就把您的大刀 借去用了 对不起 用上了吗 团长 此生就是用这把刀 把那个杀人不眨眼的公穿 给解决了 您没看见 陆老爷子的刀法 配上您这把宝刀 此生 咔咔咔咔 这几下子 就把那小鬼子杀得片甲不留 行了 行了 哪有那么夸张 瞧你们高兴的 我觉得 有人比你们更高兴啊 谁更高兴啊 赵指导员 失去你们的消息 可把我给骑坏了 你没事吧 陆子真 恭喜你凯旋归来 谢谢张志长队 不过 这次也得感谢张连长 如果不是张连长他们支援 我们也不可能 那么轻易地就脱鞋 谢谢你张连长 谢谢你帮他们脱鞋 谢我干啥 张大臣 过来扶我一把 咱这就出发了 回部队 是 那咱们也走吧 好 你这是嗓子不舒服 不舒服 我带你找点水 润润嗓子 我没有 我不是 你 哎 严官 今天 咱们不但死里逃生 还打了一个大胜仗 你高兴吗 我高兴我 我当然高兴了 怎么了 高兴就得了 你能不能别在高兴的时候 老是扫兴啊 我没扫兴 我就是想提醒一下子诚 作为子诚的兄弟 跟战友 我希望他能够幸福 我也希望子诚能够幸福 我还希望他能够记住 对我说的话 永远都不会忘记小曼 永远不会 走吧 我现在能够记住 找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